尾場跑 1,400 贏過的是 1,3,4,5,6,7,11 1,3,4,5,6,7,11 3號這隻灰馬叫紅旺 贏過本路程 上次十多名 前次第1,6次賽職有3個第1,1個第2 真好 這隻馬可能已經交代了 開始就要休息了 這隻紅旺,3號 隔晚大熱門是13 3號是鐵金剛 因為上次跑第2,前次跑第7 潘頓再跑,121磅 開心寶貝是11倍 開心寶貝是上次第4,前次十多 4號是贏過本路程 但近跡差了一點點 6次賽職都未上過前三 但現在好像有些機會,開心寶貝 中逸禮13檔 上次成績是12,6,10,11,13 不如聚焦在這些 12號上次成績是第5 朴隆明 將就跑得很快 何敏蓉 二十五倍 糕檔 現在跑到1400米 跑到1400米 很多馬有勝過的 12号跑得很快 1号上次赢了马林 六次赛职有三个第一 没有第二没有第三个 班德丽 五档 1号 韦达 这些马真的很壮健 大脚 很厉害的肌肉 前空的肌肉都起转了 一马很努力 那些马 本路程也赢过 上次成绩也好 2号 上次成绩好 最近三次两个第二 一个第八 标之量子十三倍 田泰安 田泰安今天要骑下热门 全部跑第二 2号 2号 几号 甲敏大热门是13号 潘顿 贴士指数最热门是6号 然后到13号 7号 6号 这只 39元 6号 就是陈嘉熙 犯守队 冲云武士 这一马 裁组 thrilled 冲云武士 1-1-2 最近三次 两个第一 一个第二 今次第四次出赛 冲云武士 方塘武士 就被他赢了 在内南冲下来 赢了一个马位 一个马位 一个马位 陈家熙 排10档 很多人都觉得这马比较好 因为跑过3次 已经有2个第一,1个第二 陈家熙这马 华里茲 华里茲上次第4 前次第2,前次第1 这马比较好 杨明伦 9倍 华里茲 夹晚10倍 风云武士 夹晚5倍 臨墙39元 7号 华智利 七号仔都赢了 8号是声英 声英是31倍 华智利 为何 这么冷落 第一 他本路程都未上过名 第二 上次第5 前次第十几 前次第6 即6次赛 也未上过名 未有位置派彩 所以冷了些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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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第5 前次第5 第八 前次第十几 前次第十几 有些接近的 跡象 因为上次第5 9号 9号 本路程都未有派彩 9号 9号是霍宏星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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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倍 蔡明笑 电子转棋 上次也是跑第二 即不说得少 最厉害的 Q本路程 电子转棋 电子转棋 档位四档 也好 不过 6次 有很多次 1122 例如 李芝 《风云武士》 以及《红王》 那些 《马林》 起码三个Win 11号 叫巴闭仔 巴闭仔 上次也贏 隔晚17倍 董明朗 11档 铁金刚 13号 隔晚大二门 第三次出赛 上次 第二前次第七 很想拼杀 7档 没得债刑 要向前 这些七档 没得流 流就不行了 1200米 我喜欢6号13号 没有你这么多 6号仔连续三次都有Q 陈鸡金刚 13号7档 如果他积极的话 出来 向前 红王快闸 3号仔快闸 但赢了三次 他的特性就是 赢了轮跑得很好 然后休息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精英雄心 新马初出 冷碗 隔晚20倍 大只马尼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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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13号 看主持人选什么 黄之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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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次成绩好 但是本路程还没有派赛纪录 上次第二 前次第八 前次第2 蔡俊佳要13号 13号几号 潘顿 1号 上次跑第一 马林 班德麗 1号 10倍 隔晚12倍 黄晶桃要6号、7号 6号当然是风云武士 陈家晞跑了三次 全部从前面回来 4号就是开心宝贝 4号就是多飞 中逸是13档 因为7号就是 中逸是开心宝贝 上次最厉害也是第4 6次最厉害也是第4 7号是华里芝 杨明伦 上次第4前次第2 再次第1 10号是电子传奇 上次第2 但也要24倍 8号 32倍的就是声音 上次第5前次第十几 很多码都挺好近积的 上次成绩好是126 1113 我要6号13号 Jenny要6号9号 9号是什么来的 9号是叫日日营 6号14号 和新马初出20多倍 没有要13号 他不要潘顿 我要6号13号 但潘顿上是10档 看他怎么跑 都挺难跑的 他在转积标秉 跑三次 一个第二两个第一 所以很多人关注 现在13号是大热门 13号也是夹晚大热 Jenny要6号9号 我看这四个主持 聚焦在6号7号13号 除了Jenny之外 Jenny就是6号9号 6号也很聚焦 很多人都会选 陈嘉熙的取胜率略低 马很好 2-1-1 跑四次 10号 冷门来的二十多倍 10号 上次也是跑第二 蔡明啸 5号 现在拍着这一只 叫做《风继续吹》 上次不好 前次好 前次跑第一 是可以的 只有两只马 多人关注的 就是6号13号 然后轮到这十倍的 就是1号7号 可以的 有很多只马 上次成绩都挺好的 1-2-6-10-11-13 就是吸引了一些人选择 紅燈亦都已經是亮起 來到今日的尾場賽事 第十一場 三番千四 熱門馬是陳家希的座騎 風雲武士 上次都輕盛 今次就看可不可以再下一城 有馬入閘 好,尾場的賽事 全交給你了,浩然 最後入閘是精英 全部馬不准備 拖擋十一場賽事 三番千四 隨時起步 好,來一開閘 風繼續出去,稍稍慢一點 搶吧 外面位置有這隻紅旺 外面日日營 外面風雲武士 藍白格仔衣服 中間還有電子鑽旗 再看到後多層的馬 外面鐵金剛也跟前一點 大約第六位就告訴你 內蘭出閘慢了 風繼續出去上回來 後多層的馬 有馬林 紫色衣服 藍衣服 內蘭 還有這隻標指亮指 後面五匹馬 跑得很快 還有精英 紅心 尾三 暫時見下一隊 有精英和白衣 一隻開心寶貝 來的 轉向港體育 學院灣 前面放的馬 就是這隻紅旺 風雲武士 已經緊咬第二位 來蘭第三 還有日日營 中間第四電子鑽旗 一直在外面望空 淺藍衣服 那塊是鐵金剛 告訴你 大隻要拿出去 馬林也被他推出去 等裡面有這隻風繼續吹 馬林中間標指亮指 扔在外面衝 有精英 那些 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透出還是紅旺 中間有風雲武士 鐵金剛吹 外面有馬林 中檔位置 標指亮指和華里茲 外面還跑得很快 大外燈是巴閉仔 最後百多米 馬林向中檔佔師 埋面鐵金剛 再看到外面 跑得很快上來 接近中間 跑得快 好世界 跑得很快贏 跑第二名 很近 外面有巴閉仔 中間一號 馬林臨門 有少少力弱 至於第四名 埋面鐵金剛 是不是機會高些 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真的轉換一下的配備 跑得很快 結果贏馬 第二名 外面 巴閉仔 就追了上來 馬林跑第三 第四名 鐵金剛 在裡面 中間 告訴你 外面灰馬 是精英紅心 等到美場 十二號 明年 十二號 跑得很快 勝出 爆了難門 三十倍 第二名 十一號 董明堂 一號 馬林 第三 頒得禮 第四 十三號 鐵金剛 潘頓 又沒有錢收 十二 十三 十二號 第四名 十三號 二三名 欣賞 二三名 欣賞 冷門 十二號 隔晚 二十二倍 熊王快閘 麗快閘 潘頓 藍色衣服 十三號 追著上來 我以為 有機了 十三號 這隻 跑到第四名 找回一隻 跑得很快 在哪裏 跑得很快 都不是這一套 顏色 不知道怎樣 或者拍到 跑得很快 在這裏 十二號 淡色很多 現在他們 那些片 在前面 熊王 在前面 陳家熙 拍上來 怎知道 追兩追都沒有了 比上次跑得差很多 潘頓現在衝上來 十三號 以為有機會 我以為這兩隻叫壺 不行 馬林在外面衝上來 幾隻在一起跑 一齊 這隻 跑得很快 這隻 嘚嘚 在這裏 在很後面的馬 過了前面的馬 潘頓都沒有了 在裏面 不夠 十二十一一 馬林 十二號 即是沒有什麼提示的 十二號 九號又沒有了 六號又沒有了 一千八百三十九元 謝謝 三百多元 VIN 十二號 跑得很快 讀員派三八零七元 位置派七十七個半 跑第二名 十一號 八幣仔 反而只有一號 即是 即使買一號 VINPay 或者買位置 也有二十九元 馬林 因為上次跑第一 三千九百九十八元 三重彩 十二號 十一號 一號 順序 三萬七千八百五十二號 十二號 真的不懂得選擇 完全 沒有成績表 上次第五 前次第十幾 何銘連 九檔 檔位又不是特別好 十一號 十一號 上次跑第一 都合理 十一號 十一號 和十一號 都上次跑第一 買近跡馬 也有十一號 給你射程範圍之內 哇 千八百元 我真的不懂得笑 嘩 這麼厲害 哎呀哎呀 哎呀 跳下來 嘩 開心過龍 當然 真是 挺好伸手 馬林也是 一直被撞到外面 到馬燈近 馬林不如派下去 鎖 一定是很後 走段都 嘩 跑 贏了馬之後 嘩 這隻馬 挺猛烈的 一是頸殼 一是肚餓 這隻馬 真是